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我們今天的嘉賓訪談的環節 俗語都有說, 問以食為天 如果喜歡飲食的朋友 就一定要留意我們 今天這一節的嘉賓訪談 因為我們請到了三位飲食界的朋友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分別就是我身邊這一位 君臨謙下的老闆Charlie 你好,Charlie 而中間這一位就是他們的大廚 就是董師傅 董師傅, 你好 而旁邊穿藍色衣服的朋友 就是他們的點心師傅 就是女師傅 兩位師傅和Charlie 你們三位 很歡迎你們來到ROW TV訪談的節目 首先, 恭喜你們 現在君臨天下這個餐廳 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 而且大家都覺得食物很好吃 首先, 我們也想問老闆Charlie 其實你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做飲食行業做了多久 有多少年 我自從1988年來到多倫多以後 我就一直做飲食業做到現在 做了二十多年 做了二十多年 所以我們其實在多倫多 很多來時間的朋友 都看到Charlie都傻口熟臉 因為真的很多時候都會看到Charlie 而另外也想問一問 就是我們的大廚 董師傅, 你其實在哪裡學的呢? 是做了幾一年呢? 其實我也是差不多 1987、1988年的時候 入行在香港 由年輕人做戲 做到今時今日 對, 很多人都很佩服我們 就是我們中國人 有時做大廚、做師傅 真的從小時候開始學 一直要靠那些經驗的跡類 真的很難得 我也要問一問呂師傅 呂師傅, 我知道你做點心 真的很好吃 其實你做了幾年呢? 你在哪裡學的呢? 我也是在香港 都是七幾年 做點心真的很不簡單 需要很多不同的工序 你覺得是不是 都是要從小時候開始入行 從小時候開始學 學到學 一直從學到學起 是的 所以有時說到中餐 跟西餐真的很不同 不是說只是靠理論 真的有時的分途 和經驗真的很重要 我也想問一下Charlie 你覺得君臨天下 跟其他那麼多酒樓相比 你覺得自己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的酒樓特別是 我們就在Richmond Hill 我們就在安倍表 做一個我們的出品 就比較廣告 就用好的材料 加上師傅很好的經驗 去有心精心去拋債 就是第一 第二我們就招呼 我們很廣告 招呼 廣告服務的質素 還有我們都是本著這些 就是宗旨去做 所以我們做的酒樓 就做得好一點 順著一點 都是幾十年的經驗 所以經營已經非常好 非常有經驗 也要問問大廚 大廚其實在一間餐廳裡 我知道廚師真的很重要 因為煮的東西很美味 真的全靠你了 所以大廚真的不行了 你今天這麼難得 上來我們的直播室 我們當然也很想 很多家庭主婦想問一問 我們大廚上來 有甚麼要教我們 平時你覺得在家裡 家庭主婦 有甚麼可以做得到 例如煮龍蝦粥 我想大廚不如教我們 龍蝦粥在家裡煮 正在家裡煮 正在家裡煮 因為家裡可以做得到的就是 首先很簡單 我們剛才用水和米煮一鍋 煮一鍋粥 那個份量大概是 應該是 一、兩米就一斤水 那你煮完一鍋粥之後 一隻新鮮的龍蝦 這樣就煮了它 新鮮的薑切絲 那些粥煮好了之後 怎樣為之煮好呢 就好像俗語說 水與膠溶 煮到粥和米 變成熔在一起 完成了煮粥 你把龍蝦和薑放進去 大概兩分鐘之內 兩分鐘那麼快? 那些龍蝦就剛剛熟 那龍蝦要不要先斬開 斬開 斬開一塊 斬開一塊 放進去 它本來是青色 變成紅色 肉變成白色 大概過程兩分鐘左右 很新鮮彈 那些甜味 還有粥 我們一定要去 君臨天下 嘗一嘗 我們的大師傅 跟他們煮的龍蝦粥 看看是怎樣 我們家庭主婦也去家 嘗一嘗 剛才你說的方法 嘗一嘗 也想請教一下 今天我們的點心師傅 也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呂師傅 呂師傅 我知道你們也做了很多不同的點心 很精緻的 你今天有甚麼秘訣 上來教我們一兩手 如果你在家 可以做一下台南燒餅 用一些低筋的粉 這樣就開了粉團 甚麼是低筋的粉 即是不是很筋 即是那些粉 不是很韌的那些 那我們出去買麵粉的時候 要選擇過低筋的粉 有低筋的粉 OK 開到粉團 加些少許菜油 開薄它 然後包一些餡料 那些餡料 我們用美麵叉燒 還有火腿粒 一些香腸 蔥 新鮮的蔥 用一些拌勻 硬薄它 包了一個餅 然後掃雞蛋 給些芝麻 烤15分鐘 這樣便完成了 在這裏聽師傅說 真的很容易 不過給我們自己包 真的要有時間摸 有時間攪 有時間攪 不過都很開心 很開心 兩位師傅都上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些飲食的經驗 亦都再問回老闆 Charlie 其實你覺得 君臨天下 現在最近有甚麼推介 想介紹給我們的食客 我們現在趁夏日的時候 我們推出優惠給那些 一些街坊 用利於客人 譬如說我們 禮拜一到禮拜日 我們早上 十一點半前 我們做大中小點心 兩個七 十一點半後 也是兩個九 假期就除外 還有我們星期一馬黑 片平均就是特價 半價 星期五馬黑 我們做一元乳珠 一元乳珠 一元乳珠 星期二馬黑 我們就做雙龍蝦 16.88元 雙龍蝦 每一隻龍蝦就一磅半 兩隻就三磅 這些龍蝦乳豬 都在我們結婚酒席的菜單 生日菜單裡面都有的 我們為何這麼做呢 就是想讓客人試吃 我們用這麼漂亮的料 這麼漂亮的龍蝦 讓他們來我們那裡結婚擺酒 很有信心 其實也是對的 給我們一些好的食客 試試之後大家知道這麼好吃 都會回來擺酒和宴會 我知道你們的地方也很歡唱 所以擺酒和社團的宴會 都非常適合 是的 我們有兩個廳 一個廳可以擺得到 一個大廳可以擺到25位到28位 有一個曬的廳可以擺得到18到20位 所以我們兩個廳都很好用的 都泊車 泊車位又開陽又容易 又有很多車位 所以在我們這裡擺酒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沒錯 剛才老闆也說到原來有這麼多的推介 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問我們的大廚 師傅剛才提及過 有很多的菜菜都是用很好的上湯 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很好奇 其實上湯你們是怎樣熬出來的 我們的上湯是用肉和水的份量 是 差不多是對半的 例如我加50斤水 就放50磅肉下去 經過最少要8個小時 它煮起了之後 就慢火吊著它 讓那些肉味全都出來了 真的要這麼長的時間來煮那些上湯 所以你吃的東西 我們就很少下味精那些 就全靠那些肉味 帶出那些菜的鮮味出來 是的 其實健康是非常之重要 好了 最後也再問一問 Charlie不如跟我們說一下你們的地址 電話 大家如果想訂座 不如說一下你們的電話 還有再說一次你們的地址在哪裡 是的 我們是9019 Bayview Avenue 是在Highway7和16街之間 我們是On Bayview的 我們的電話是905-882-9388 我們如果來找我們這裡 非常之容易 如果從16街過來 就看到Bayview那條街左轉 看到第一個紅綠燈又左轉 就到我們那裡了 是的 我相信住在Richmond Hill 很多朋友對他們的地址都很熟悉 因為酒樓在這裡已經有很多年了 所以大家都懂得怎樣找 在這裡很感謝兩位師傅 還有很感謝Charlie上來 接受我們的訪問 在這裡也祝你們的生意興隆了 也帶我們更多美食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的師傅 謝謝 謝謝 謝謝